來,這個開放Coin 不知道對他現在沒錢 他提早了很多,表示他想要給各位互動的時間還有40分鐘 因為今天沒書可賣 我講的有點快,可能你剛才對不對 剛才是用高速公路的方式 現在我們回歸公路 來,知道的你不知道對獨立書店 或者這個有什麼想像 或者剛才聽的有什麼意見 對,有想要問的嗎 或者不清楚,或者你更清楚想要補充 對,真的很重要 或者 是課委會 他給25萬 嗯 為什麼可以去五十幾天喔 嗯,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我蠻多方法都很好找 就例如說我可能 我就不在,我在美國的住宿方式 除了,除了幾個大城市 我是想,就是用Hustle的方法之外 因為住宿費真的很貴 然後我其他的方式是用那個沙巴克的方式 我就去Couch Serving這樣子 去別人家借助這樣 在其他州都,有蠻多地方都是以這個方法 所以有省下一些 一些,嗯 住宿費用 對 然後 不是很多,錢不是很夠 可是當然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他只是支持你 他只是贊助你 然後你可能需要自己有一些準備的錢 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還是沒有 我後來好像 還要存錢 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報銷到25萬耶 結果我後來好像 可銷 23萬吧 最後拿到 對 因為他是時報時銷嘛 你最後花多少錢你就 我就不敢再說 我開手機喔你 我想說應該在那邊多買一點書回來的 對 所以他每個計畫其實支持的金額不一定一樣 他是以30萬為上千 是國內最高的支持的金額 雲門的好像是15萬吧 最高 而且他是限制在亞洲地區 對 但是 但是是看你的計畫寫的 寫的怎麼樣 因為 意思是說你的 你的 因為通常你會提一個你的 你的 你的 應該怎麼說 你的金額的使用是怎麼樣 會每個門 每個 每個項目去寫 然後他可能會 他可能會合銷 合說你這個 這個項目不可能用這麼多錢 他會去看你的預算就對了 對 大概是 這樣 那你當初跟你爸媽講的 他們原來可以 反應是 我爸媽喔 對啊 嗯 對 其實在談這些事情 大家都會講到父母的部分 當然是很開心啊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有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說 有人給你錢 讓你出去玩 他們的概念當然是覺得是玩啦 因為他們不知道年輕人到底在幹嘛 你跟他說我要去 美國走一圈 他就覺得你是去旅遊這樣子 對 可是 我覺得 嗯 當然他們會考慮 危險性的部分 而且我是一個人去 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 可能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人生經驗裡面 已經 把他們訓練得差不多了吧 對 我就是 我常常就是我們是互相訓練的一個過程 因為其實 我自己本身 比較會跑 比較喜歡跑 我大概從大二開始 就 就騎 從台南騎機車到華臨那種的 就每個夏天我都會幹這種事情 所以覺得 嗯 其實在行走的部分 也不是只有走美國跟香港 我在大陸還蠻常跑的 就我自己 喜歡存錢然後去 自助旅行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蠻習慣的 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 後來因為 嗯 其實 其實我 因為是科爾會的計畫嘛 所以其實科爾會他們當然會希望說 這些著夢者 他回來可以幫他們做一點宣傳 所以我其實 我的 我自己的回饋是在於 只要有機會講 一定會講 就是 不管是電台邀約 或者是演講活動 我一定會出席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自己的個性就覺得 嗯 這是一個回饋的方法 我沒有辦法想像 可能在早幾年 像國縣大堂那個年紀 雖然我們差不了幾次了 故意的發扯了 因為 對 可能在早幾年 台灣的一些 這都賣功夫啊 對 就大家還沒有了解這個計畫 可以贊助 你實現這個夢想的時候 大家 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不用這個計畫 去做 唯一的理由只是 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可以 有越來越多人知道說 有這些途徑 可以去 去申請 或者是 嗯 去做一點心裡面 你真的想要做 但是你可能又 又限於 你沒有錢 或者是 時間 或什麼之類的 的一些計畫 這樣子 我 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檔案 有 有整理幾個 台灣目前 我們可以用的 那個 計畫的方式 另外一個檔案 嗯 那個 那個 你剛剛本來開始 夢想中學的那個 不是那個 夢想中學的那個 夢想中學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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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 沒有問題 其實 阿漢走路那個 滿高的 阿漢走路那個 好像一百萬 可是他要很大的 就是我覺得 他有回饋計畫 比較難 所以我們 上面有請 我最近還在聯絡 因為 他去 尼泊爾推那個 什麼 維生棉喔 綿綿計畫 我上次有請他來講一次 還蠻好玩的 這樣 那 這個 現在要來 請他來講 他回來的 情勢如何 這樣 這就是我 有幾個整理的 計畫 一個就是他們兩個 主公計畫 然後每年的 十月三十一號 你還蠻挺他們的 你說 你說客委會嗎 因為我就是 獸人點滴之恩 必全有以報人 是 你今天我吃一餐喔 沒有 所以他現在已經放開 要三十五歲了 就是他的網站 然後我覺得 那我還有機會 對 我練同客家人 對 因為他沒有一定要客家人 所以 其實你的 你的計畫裡面 可以提到一些 如果你自己客家文化 以為出發節 那就更容易這樣 我們需要一個 獨有群之旅 對 這個是客委會的 如果我記得很辛苦的 十月三十一號 因為那天是我生日 我每天都在趕 竹工計畫的那個 要交出去的日期 還有一個 就是 雲門舞集的 流浪者計畫 大概每年七月份 這個會比較像 對 這個是 但是流浪者計畫 他就是有限制 他就限制亞洲地區 所以你要走的計畫 他可能就是要 在有石甲州地區的為主 但是 他 會用好像有五十萬耶 真的嗎 他有分等值這樣 就是 第一年五十萬 第二 是嗎 是這個嗎 因為他們的宗旨 我記得 我聽過他們的宗旨 就是希望民以流浪的方式 以最低消費的方式 所以他們錢很少 我記得是十五萬啦 當時我走的時候最高就是 客委會 你不會在那邊大飯店啊 那都不可能 所以你的整個過程 要在那裡 激進你流浪的狀態 那三十五歲以上 有什麼計畫 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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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無力 老人無力 就是 或者 老委會 老委會 失業啊 沒有這個 這個 他有三十五歲的人 因為我這個 好朋友是 因為那時候我是去 一個大學演講的時候 我整理給他們 但他們都是年輕人 所以我就簡單寫了這個 可是流浪者計畫 常常是有精英組的 就他是有分 新人組跟精英組 所以你可以找這個 可是流浪者計畫 還是要去流浪 對啊 但我覺得比較 希望大家可以用 對 因為他的意義 宗旨 每個計畫都有他的意義 跟宗旨 這個是年輕人的啊 因為在場也有小朋友嘛 我就想 30歲以前的 30歲以前的 我們可以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可以去WalkingHouse 這個應該 比較 多人知道 因為他其實 這個適合我了 不要在那邊裝小 大家都有眼睛 我們是盲人 我們的社會是 明老的 除了 因為之前好像 這個WalkingHouse 他只有澳洲 比較多吧 比較早開始是澳洲 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國家都開放了 就是日本啊 瑞士喔 韓國 對 這個 大家可以就搜尋嗎 這個 沒有瑞士嗎 沒有瑞士嗎 對 這就是現在目前 已經有契約的 的一個方式 對 這再來就是親父會 親父會 親父會是說如果 大家覺得 對台灣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旅行可以 徐序漸進 可以先了解台灣有什麼 再去看看國外 其實我覺得 那個想法會蠻不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地方成長 我覺得 我們需要更 更深度的去瞭解 我們自己的土地 然後 對啊 就是幾個 提供幾個 很窮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旅行 這樣 對 因為我一向都是窮人 窮人幫的 所以 這個 背包客棧這個 這個 這個網站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 它上面有非常實用的 的一些資訊 然後 而且它的路坦啊 其實是背包客自己回去補充的 例如說 可能 因為 背包客這樣介紹 我自己知道一些訊息 那我可能到了 像我之前在內蒙古 我回來就會寫 這個 內蒙古的某某地方 你可以去住 或什麼 都是實地的體驗這樣 我覺得背包客這樣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有一個 非常實用的就是 機票普加系統 大家可以上去看 它會把 那個 那個 附近的 最便宜的機票列出來 就它可以比較 然後 下面這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Couch Serving 沙發衝浪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聽過這種方式 因為它其實就是 呃 一個比較 我覺得 沙發衝浪的 這件事情啊 在我當時去美國的時候 都還是 在美國人來看 他們都還是覺得 是一個很新的旅行方式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需要 需要 考驗整個人之間的信任感 它是非常需要信任的一種 一種旅行方式 可是我覺得 嗯 這是它的入口網站啊 你看它的入口網站 它其實就有點像是 一個會員 你要進去登錄 然後 登錄進去之後 你要有一些資料 在上面 然後它可能會 核實你的真實性 但是 所以你可以 用這個網站 跟世界各地的人 接觸 就是如果你要到那個地方去旅行 然後你希望它 除了 就除了旅社之外的 旅館或酒店之外的其他選擇 你希望可以在在地人的 在地人的介紹之下 深度的旅遊那個城市 它不一定要去借助 它可以考慮 你可以選擇 呃 跟它喝一杯咖啡 或者是請它帶你去哪個地方 之類的 它其實有好多這種選擇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要大家 嗯 我不會說非常推薦大家說 就是 呃 馬上 就是說 我覺得它其實是有點 背包客的進階版啊 就是說你可能要多一點 你在選擇 住宿的對象的時候 其實要很小心 包括你可能 我自己的方式 會比較 選擇的是同性 就是有可能會選女生 女生的hoster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是一個family 他們家有一個空房間 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說 對方的背景是怎麼樣 但是它就是 你不 你也不是只是去 去借助而已 你可能不能想說 我只是去百喜百合 住人家家的幹嘛 那時候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帶了 我隨便帶的就是 就是醬油跟 對 因為我 我很喜歡做菜 然後我就想說 我可以做台灣菜 給他們吃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互相回饋的方法 然後 也可以 呃 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是 做深度的文化的交流 這樣子 大家可以 你就只要搜尋 沙發衝浪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網站 那怎麼樣子 會做到別的壞主人家 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其實 其實就是 你要 你要盛選 而且它考驗你的機制能力 可能你一開始 就是 大家在網站上面看了 可能都 它可能介紹的 當然這個網站 它有一定的 一定的真實性存在 因為它會有一些 合銷的手 審核的手續 它會有一些審核 就例如說 呃 這個人的地址啊 或者通訊方式 它一定 它要確切的知道 是你在使用 它才會通過 類似這樣 對 然後當然 而且每個人都會有一些評價 就有點像奇摩拍賣 然後都會給 會給商家這個 冠軍這種 這種 對 這種評審的機制 就幾顆星的這種材質 對 可是如果你到現場 你覺得 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 像你想像中的那樣 你當然可以馬上離開啊 就是說 怎麼去 怎麼去跟這個人 怎麼去分辨 其實是靠自己的機制 去 去進行 我在芝加哥的時候 在 就是用這個方式去 跟一個女孩子 住了五天 可是因為後來 就一開始 我們都還蠻好的 就是 也是女生嘛 可是後來 就是 因為其實我跟我 我們在聊一些文化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會談到 性別的問題啊 那我後來就知道說 欸這個女生 她其實 是bisexual 就是她喜歡的那些 喜歡女生 然後 後來就是 反正就是 在那裡住的前面三天 她給妳貼白啦 不是 前面三天她帶了三個 不同男孩子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但因為我是借住在 他們家的客廳 她還有另外一個室友 我借住在他們家的客廳 然後到第五天的時候啊 就她 我不知道她是沒人的嗎 還是幹嘛 她就 帶我去 就我們就去一個bar 就是 喝酒 喝完之後她不知道 就是趁突然 就把我按在牆壁上 狂吻了一頓 然後 當下我就覺得超驚嚇 然後 怎麼辦咧 然後還是要跟她回家 我還是要維持表妹的和平 然後 對 因為我自己真的是要奉勸大家 在遇到 你沒有辦法遇到的情況 所以那一次你已經失去了那個 沒有 我都問你幾歲 怎麼會有出我的問題 對 就是一定要保持冷靜 然後去想一下 不知道怎麼做 可是千萬就是我覺得 這是旅行的 的一些 當然你 我覺得旅行是一定有風險的 我們我們 但我不會覺得說 擔心這些事情發生 就 就不去旅行 或者是說不去 不會去願意相信別人 因為即使她這樣對待我 她還是真心的覺得我是朋友吧 就我覺得是要看你跟人 所以咧 沒有 我回家的時候 她就要把我拖到房間去 然後我就跟她說 不用不用 你好好休息 你好好休息 然後 然後我就跟她說 就是 我現在喜歡男生 這樣子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樣 然後後來隔天 我就跟她說 你好好睡覺 我隔天你醒來 我就會當作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一樣 我還是可以去吃飯或幹嘛 然後跟隔天我就是 我就很早就 就出去了啦 就是趕快避開 跟她相處的機會這樣子 對 但是後來我們還是有好好的道別這樣 對 就是說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互動的方法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不僅是跟不同國家 不同文化的人相 就是跟人的最本質的部分 你會去接觸到 當然會有一些冒險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就是看你怎麼去 去詮釋她 怎麼去 因為我現在還好好站在這裡 所以 對 是是是 其實你已經失去了 呃 她沒有 她不是一個 就是說 她不是 對她沒有一定要這樣 就是說她是每個人 去提出你的條件 你 你家有空房 你就可以去等進 對但是不代表說 我去她家住 就是 她不是一個交換的 方式 對 所以她沒有來過台灣 就是 還沒有 對 其實在美國 有些人沒有聽過台灣欸 是齁 對 然後在台灣其實 那時候 因為我搜尋 因為我想說香港 其實香港住宿費也很高 然後我就想說 嗯 香港地區也想要這樣 也想要找 看有沒有 沙發客的方式 然後就是我就找到這個 好客網 這個在 她是華人版的沙發沖浪 然後現在 因為一開始其實 我覺得華人跟 跟 西方人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都會對自己的居家空間 或私人的空間 比較保守一點 我們會比較 有時候也跟空間有關 然後 因為我比較可能就是 生活的非常密切 我就沒有空房子 可以給 給其他人住 然後我們也會對陌生人 保持戒心這樣 所以其實在華人地區 沙發 沙發沖浪來說 是比較難的 所以她這個好客網 是從我09年那一年 開始出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了 可是 她到現在好像就是 慢慢的有在起來 這樣子 就大家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 他們有一些聯盟啊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有些人也是會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就知道 他們有在 慢慢的在推廣這樣 然後這個人 下面這本 採考資料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沙發客 沙發客是怎麼當的話 可以採考這本書 她這個08年就出了啦 這個 林宏妮她其實就 我當時有看到 也是看到她這本書 她想說可以用這種方法 然後她裡面就有介紹 那個網站或什麼的 然後跟她的一些經驗 對 但這是另外一個題目 這樣 真的去沙發嗎 還是百分之一 沙發其實也是一個概念 她的意思就是說 妳的 妳家裡面的一個多出來的空間 所以有可能就是 一張沙發 這間書店也可以註冊成為 沙發客的地方 可以啊 許關不都睡沙發 對啊 就是 對她其實就是一個概念 然後如果妳家有空的房間 當然是 好 那她在這個入口網站上面 就會登記說 欸我 我有一個 例如說我就會很具體的 跟她說 我有一張沙發 或者說我有一個房間 或什麼的 類似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 介紹大家的幾種 幾種 窮人旅行的方法 這樣子 對 大概是這樣 還有 大家還有問題嗎 請問一下 妳去美國 看到這個 這麼多的獨立書店 欸 妳覺得 她 她有沒有相對 那個 那種大書店 連鎖書店 她有沒有什麼 比較專業式的力量 妳說獨立書店 妳來的說嗎 嗯 其實 不管是美國 或者是 在台灣 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是說 就是獨立書店本身 她跟連鎖書店的不同 特別吸引的地方 或佔優勢的地方 是嗎 當然是指 因為 賣出的好不好賣方面 賣出好不好賣 是應該會 哈哈哈哈 想知道美國的情況 呃 他們還是 呃 還是蠻困難的欸 就是說 當然美國人口 呃 也蠻多的 可是因為 其實就像剛剛講的嘛 他也是有很多種方式去購買書的突進 所以其實他們 也 生存也講也是還蠻困難的 對 所以其實他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全權化的問題啊 對 但是不可能說 那相較那些 連鎖書店 連鎖書店沒有一點點比較特別 比較能夠吸引人去那邊的地方 當然他跟 跟你所書店的氛圍就是不一樣啊 就像 就像你可能來紅亞 根據成品感覺就很不一樣 就是台灣這種情況嗎 嗯 其實我覺得大概 大概是差不多吧 那他們那邊的 買書的人 會不會有 比較像跟台灣可以有消費的習慣 他們也許會 會對抗這種全球化 或者這種商業 比較商業型的世界 他們就刻意會去這種 各地世界消費 所以我覺得這是人性的問題 這到底是不是國界的問題 因為大家 我覺得大家 你說那是很必要 我說 你哪個的社會可以理解 跟台灣人家說 你是說他們有沒有更早 有這個意識嗎 對 我覺得當然他們 因為他們發展得比我們早 所以他們 當獨立書店找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有這樣子的意思 甚至他們會有一些什麼 就從地方出店的這樣的活動 可是我覺得 他們的意識當然是比較早的 因為他們 他們所 他們有就比我們早 然後倒也比我們早 所以他們 有人想要來 來面對這個問題也比較早 所以我剛介紹就是說 他們可能會轉向的經營方法 就例如說他們 有些書店他可能 真的經營不下去了 可是因為這些 這個地區的人 所以這個書店是必要存在 然後他們就變成廢地的方式 就變成說這個書店的空間 他的意義就不一樣 就是說我可能 是以買賣為主 我可能會 例如說我開放我的書店 給甚至我開放我的書店 社區的人使用 然後我的員工 我就是請志工來幫忙 那大家可能就是 運作的方法就是 一個比較理想性的運作空間這樣 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出入喔 對 因為他們 就是大家就在 其實問題就是說出入是什麼 什麼嘛 對不對 因為其實 就是 美國比我們走在前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台灣之後 有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這樣 對 而且現在已經面臨到了啊 其實 台灣會不會這樣啊 台灣已經是這樣了 台灣已經是這樣了 他已經這樣 但是有沒有辦法 像他們這樣找不到 很難講 嗯 而且其實這個 收益是比較薄弱的 收益比較薄弱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他們那邊賺的多 但是花的也多 就是消費水平是相對等 也不一定 而且貧富差距也很大 而且 越是大城市 貧富差距越大 那個問題越大 老婆是在貧富的差距 可能在 在人民的時候 一定是強得強 嗯 這也有吧 對 其實我覺得 人好像 我覺得 我覺得 考 當然書店它是一個 很比較理想化的商業模式啦 可是真的 放到現實上來說 我們好像很難去 違逆那個 違逆那個 人類都會以 價格違逆 對啊 因為讀者其實很現實的考 如果說我本身賺的不多的話 我當然會選擇折扣 比較多的錢買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 違逆的人性的部分 所以它其實是 還蠻吊詭的 但是 嗯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國界的問題 嗯 嗯 那就是他們那邊的 對 那大書店的事 裡面 什麼心都有啊 嗯 對 就是他們也是 總可以比較清潔 所以如果在獨立書店買得到 心得上那邊 都買得到 基本上是喔 可是當然有些獨立書店 嗯 不一定 因為像有些獨立書店 他可能 都自己有出版他們自己的書 嗯 那他可能 他的這些書 這些比較 小眾的書 他就會在獨立書店裡出現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一般的連鎖書店 或大型的書店 他們的 主要 因為其實書店的空間 是有限的嘛 當然他會以這一期 最新出的書 或者說以排行榜 最好賣的書 去陳列他 對 那讀者可能要找一本書 或者說 你其實進到一個書店裡面 你去看到那個 書店給你的訊息 你在連鎖書店上面 看到的就是 最好賣 然後最多人想看的 主流的書 可是你在獨立書店 像你在紅雅 看到這些書 可能 就 不一定他還在 連鎖書店的書架上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覺得 這個屬性是比較接近 這個書店的 你想要看的東西 其實不是 不是那麼主流 你不想一直看到 吳淡如的臉 然後你不想一直看 吳霍全江什麼 然後你可能就是會 例如說 你就想要看看 陳玉峰說的什麼 類似這樣子 其實就是 這整個 整個氣氛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獨立書店 應該說 有主張的獨立書店 他在選書 或者是說 他給的空間上來說 就是給的比較多是 邊緣小眾的東西 那相對來說 這些 一些容易在主流市場裡面 被忽略的書 對 在這邊就有了舞台 那讀者也 讀者如果屬性比較接近的話 你也比較容易在這邊找到 你比較接近的書 對啊 所以就是在那種大書店 有些書是蠻有辦法找到的 痾 但是如果你要 如果你特地去找那本書 他也是可以幫你調到過 哈哈哈 台灣也要 基本上 對啊 基本上他跟 應該說基本上他跟出版商 出版社 出版社跟經銷商之間的關係是 是 因為他是強勢的 他可能要的書 他不用 他不會跟你說 我要兩本書 我進兩本書啦 他一次都是很大的吞吐量 但當然有可能 他就是會 例如說出版社 他現在出的這本書 他就是會用配送的方式 配到這些連鎖書店裡面 那 當然你這一期 你2011年 最近這個月初的書 就會出現在這些通書上面 這是通書的問題啦 那有 當然 例如書店比較吃虧就是說 因為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那麼大的資本額嘛 我沒有辦法建那麼多的書 那 有些書可能 就是 我不能要求說 我要這個 我不要那個 但是 這樣做就跟那些大書 都沒有兩樣 但是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對 但是就是沒有有特性 他們的特性 就是這樣 對 就是 就是台灣的也是 然後 美國的也是這樣子 就是 當然有幾個 不同的面貌 就是 就像剛剛我分類 就是有些是 主題性的書店 然後他們就更專業化的去 去支撐 例如說我是 做女性的 那我可能就 要有更深入的藏書 選書 然後多的才會到我這個書店來 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是社區型的話 他當然可能就會 更普通當地民眾的要求 就是他們書店的生長的方式 這樣子 那比如說你進去那些書店 那如果那些書店平常的話 客人都會有兩份 不是太多欸 對 都 可是像就已經是他那個 那個 城市直管書店 因為他已經很久了 然後也是一個 像剛剛講 他是一個城市的地標 所以其實很多有官方課 其實就會到那邊去 然後 對 那我覺得是看地區啊 然後像一些學區的書店 因為大學生多嘛 那當然他的人會比較多 可是像 一些社區型的可能 也許時間上的問題吧 因為我去我也不可能 就從早帶到晚 我去的時段也有關係 就是不是那種 人潮洶湧那樣子 對 而且我覺得其實 在對抗的東西 其實也不是說 不是說獨立書店對抗 就是連鎖書店 不是這麼絕對的關係 因為其實他們共同都要面對到 讀者閱讀形式的改變 或是說電子化的出現 他們都有更多的 更大的敵人在後面 然後加上現在電子書 又開始出來了 可能 可能 對 可能我們出去的時候 我們會選擇 用一本很輕薄短小的電子書 因為我可能裡面 就可以容納五六十 五六十本的東西 所以不會有人像我一樣 還是帶著東西 不會就是這麼厚的東西 在旅行當中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他對抗的 已經不只是獨立書店 跟實體書 跟連鎖書店的這樣子 不是那麼對立的部分 反而是他背後 我們更看不到了一些 改革性的閱讀習慣 閱讀的器具 工具 他整個 這是一個整個全球化的鎖鏈 是沒有辦法 其實沒有辦法抵抗 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還是說 讓我們心中 覺得很重要的空間 像我們認為說 書店他就是 除了擺脫他本來的商業這個功能之外 他還有更重要的社會意義 他這個面目 我們怎麼去維持他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啊 重點在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最後 不是像那樣 社區大家 這類似還在哪 這件事 嗯 就是會變成 對 就是以志工的方式去運作 可是能撐多久 或是他們能打拼 這也很難說 對啊 不過大家不用灰心啦 就是 對 我之前做完的時候 我也一直覺得好sade 喔 會看得好 就像他們應該有 開始有這種意思 反正就是 叫他們支持 他們都說 對 當然就是我們就是 還是會看到他們用一些 一些 我覺得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我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自由 我們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裡面 他其實沒有辦法說 你用什麼 就是 價格的方式 因為已經沒有辦法 已經沒有辦法抵抗折扣這件事了啦 所以在這種 自由競爭的情況之下 我們很難 很難讓他 就是 一直 我們很難一直呼籲大家說 要 像我剛剛呼籲的 但是我還是很努力 大家還是可以用我們的消費習慣 然後來支持一間書店 當然這是我們 比較理想性的東西啦 可是 最後 我覺得必須要去 後面那個比較龐大的 我們沒有辦法抵抗 那個自由競爭的那個力量 其實 不是一般讀者可以做得到的 對 他就是整個世界的趨勢 聽不懂你的問題嗎 你今天書店有什麼想法嗎 嗯 我也不認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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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學系讀出來 可以 就是你的學長 讀業有領 都是做什麼 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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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學 我以前是中文系 更趨於沒用一點 蛤 喔 中文系還有用 可以教中文啊 台灣系也可以教中文啊 而且現在 就是也可以有一些台灣文學的 教 的一些知識啊 例如說 其實 在我們 在我們認識台灣作家 就在台灣系出現之前 其實大家對台灣作家沒有那麼的 早期的做 加上自己實際的作家 那麼的熟悉啊 對 所以這也會是我們的 你說都做了些什麼嗎 對 出入了 不一定耶 就各式各樣 我們曾經想過十年後 同學會應該蠻精彩 就有些人在渡邊攤啊 或是流浪攤 專業流浪攤 說法老師之類的 對 都有可能 然後 比較多是在當老師吧 還是比較多 對 或者是 嗯 台灣文學的話 就 有一些就朝社會運動啊 對 因為台灣 這是不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中文系跟台灣系 學的東西很不一樣 對 然後我是中文系 然後台灣文系 這樣 就兩個出入的不一樣 台灣文學就更 更 我覺得它跟台灣社會 或者是目前在發生的事情 就更緊密了 所以我們念的東西 就很不一樣 我中文系的時候 我在念一些 考證啊 然後甲骨文啊 類似這些東西 可是我今天台灣文學的時候 我可能會 更接近人類學 哲學 然後社會學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它整個思考方式是 接下不同 對 會更有批判性一點 對 沒有問題 請說 沒有就是這樣 你去美國之後 因為你說他們走在我們前面嘛 嗯 那就你看過那麼多的獨立書店之後 有包括社區型的主題型的 那你覺得 對於紅雅的書房來講 有什麼可以 其實我覺得紅雅很明確啊 在台灣是 台灣在台灣的獨立書店裡面 定位是非常明確的 你就是在搞社運 不是嗎 是這樣嗎 因為我以前在台南的紅雅 就是 那時候台南的紅雅還在 然後我去的時候 你有那麼年輕喔 我有那麼年輕 有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想說 為什麼這間書店 這麼小 然後都沒有人在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說 就是老闆 你好像也不常在那邊嘛 對不對 你不常在台南吧 一個禮拜三天而已 對 但是好像大家的說法 就是他搞社運去了 就是 我在書店裡面 對 然後我們 我自己也理解 最近他們都說我去睡覺去了 對 我以前的理解就是覺得 紅雅的概念啊 我一直覺得他就是 把這邊當成社運基地這樣 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 書的選書方面 當然很有 他的特質啊 謝謝你的評論 我可以幾個 第二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紅雅書房應該 還蠻有 蠻有 在台灣獨立書店來說 是 面貌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像說 在營運方面 因為包括像 禁書 退書那些東西嘛 嗯 你有沒有詢問過 就是獨立書店 他們有一道 欸 比如說 怎麼跟書商打交道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銷售系統 你應該問 他比較瘦吧 沒有啊 他就是看不下你 我們一公 的 臉斑 他講話是具有相當的公正性 代表性的 沒有 因為像 像我們現在書店就是 亂記 記帳就是直接記嘛 啊就是 包括禁書 還有 就是現在書店留下的書況 也不是說 很明瞭 對 就是這樣 完全 不明瞭 完全是靠他的紀律 這樣子 那這就是他的問題 是不是 沒有 像說有沒有其他 獨立書店 有沒有什麼做法 就是 有一套比較清晰的 比如說 可以了解說 現在進了什麼書 但是已經出去幾本 這樣子 那就是你們要建立比較明確 你們要有進貨的 進貨的紀錄啊 進貨跟出貨的紀錄啊 那如果 人腦沒有辦法負擔 可能就借重科技 可能就在 sale 之類的東西 就可以達成了 這個是 你沒有工作了 進出貨沒有好好紀錄的問題啊 了解 對 那個還是 不一樣 授權 你搬處理 什麼 挖一個動物 對啊 對啊 大家還有其他 就是 你原本計畫去的 大部分都是 比較出名的 獨立書店 然後我想問說 有沒有 在過程中間 有聽聞 有一些新興的 因為剛剛只有聽到 那個香港那個 就是 西學生成立的那個 你是說 你是說 我自己的行程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其他的 意外的收穫嗎 對 主要問的是說 有沒有新興的 因為你剛剛說 大部分都是有名的 而且他們 現在生存都很困難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有聽說 有其他人在 敢再開嗎 對 你說在香港還是說 在美國 都可以 其實這個 其實我 我後來啊 就是走的書店 大部分都是 都是意外碰到的耶 因為其實 整整 反而是我當時 收集資料 比較有名的那些店啊 就是 搞了的比較多 對 然後可是我沒有問他們說 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立 然後 然後還打算成立多久 這種問題 對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答說 嗯 新興的書店 還能不能活得很好 因為其實 每個人開書店 他有不同的理由啦 例如說我可能只是 像我出去之前 我就很想要有一間書店 但那時候 我的心態就只是 不管它 我就是要有一個空間 我只是想開給自己手 那很可能 當然很有可能 快就把錢燒完了 這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你新開的店 不見得說 你經營的就可以有比較 不見得你就有比較 新的經營方式 就能走的比較遠 不一定 所以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其他書店嗎 新的多嗎 就是說年紀輕的 多 可是 我覺得這個有點難回答 因為這跟我去的時間有關係 有可能是我去的時候 他才剛開不久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會 能夠持續多久 也許你明年 按照我的書單去走的時候 他已經不在 也有可能 對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答說 他能不能經營得好不好這樣 但新的是 當然是有啦 因為就是 就是 後浪推前浪 每個 每個時代的那個年輕人 都覺得自己可以做的 跟前面不一樣 但也有可能就是 就是很快就倒 都有可能 對 而且蠻多 其實我後來發現 蠻有趣的一點就是 我以前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 就是做事情 我會準備很久 然後我才覺得說 我要有把握的做 就包括這趟旅行 就是因為我之前自己 有點想要開學店 所以我很想去考察一下 類似這樣的心情 可是我後來發現 我問他們說 欸是不是 你在開書店的時候 你有想很久嗎 大家都說沒有想過 就是 都是一輔衝動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就是走完之後 像我現在就不會覺得 我要再做這樣的夢 對 然後我覺得說 那可能當他們 瞭解很多的時候 可能就不見得 會有這樣的書店 對 其實像剛才 我有一個沒有介紹到 香港有一個叫 眉心書社 就是剛寫 暗七樓那一間 它是一個二手書店 可是老闆 非常的有趣 它以前是賣鞋子的 台商這樣子 然後 欸 它不是台商 它就是跟台商合作 然後在賣鞋子的 然後它當時也真的就是 覺得 他們的想法都是 目前市面上的書店 沒有我想要的 所以我想開一間 我想要的書店 就是 就只是純粹這樣子 然後它就真的開了 然後開了之後 當然就是 第一年第二年都非常的慘 但他們就只好 就是 不斷的借錢啊 然後 就這樣撐下來這樣 對 但是慢慢的也許他們 他們就會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因為其實 我覺得其實到最後 就是 撐了越久的人就贏了 因為 因為 你其實書店一個空間 你會有培養讀者嘛 其實有些人 他會開始有些冠心出來 有些 如果有些讀者 他從18歲就看你書店裡面的書 然後看到他38歲 還在看你書店裡面的書 他是不是就有下一代 對 就類似這樣子 就會撐船 撐了越久 撐住 撐住 其實他就是會 我覺得書店撐久一點 是滿足的事 因為你可以培養你的讀者群 然後你的屬性會越來越清楚 那個不可取代性就會比較出來 我覺得啦 欸 那他們在那個序言的時候 在講廣東話嗎 那你當作什麼 嗯 他們也可以講中文 但他們中文非常的差 就是 聽不太懂這樣 可是還好啦 就是廣東話 廣東腔這樣子 嗯 所以你當作對他們講的話 是 也是廣東話這樣 我 因為他不曉得你是台灣人 剛才的事情 嗯 其實我很快就表態了 我是台灣人 對啊 嗯 他們 他們的語言就比較 香港人講台灣話 真的是不太實 對 講中文實在是不太實 然後 像那個馬國民 他更早了 我剛剛 我訪問他的時候 我問到後來 他已經很累了 他已經 因為他要必須一直用語言的轉換 他只能跟我講中文 可是他們 他是可以講的 只是說 對他來說那就是一個 比較不熟悉的語言嘛 因為他們彼此間都講過很快 但他們寫得比較快 又寫得比較快 對 因為 就變成說 我覺得香港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在閱讀的時候 那些書啊 他們的作品 對我們來講是沒有那個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都是寫反體字 嗯 然後反而是在講話的時候 會 溝通上還對他們來講是比較困難 就是轉換 語言的轉換 轉換了一次 嗯 所以他身體不好 我後來我本來預計要 講三小時 後來就 一個半小時 我覺得他已經在神遊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像這樣子 就會談老人家 這樣子 對 但我就帶一個翻譯去啦 就帶哪裡 就帶年輕人去 對 大概是這樣 好嗎 有 我都已經有了